新聞大百話可以正式加入會員了 可以觀看不定期的獨家影片花絮 還有神秘小禮物不定期抽獎的優先資格 再一次邀請您加入我們的會員 歡迎回來新聞大百話 在1月9號即將有兩場投票要登場了 那麼分別呢就是中二選區的補選 以及林長佐的罷免案要投票了 我們先帶你來看到最後的關頭 選前一週了林靜宜 她現在也在積極的做最後的衝刺 那麼我們也幫您分析到 她其實手上目前看起來是有五張牌 要來拉抬她的選期 因為其實對令營來說 他們認為說現在最大的關鍵 就是要衝刺整個投票率 需要更多人來投票 那麼拿五張呢 第一張就是像是黑鹽牌 也就是這個我們所謂笑說是鹽宇宙 不斷地持續打這個攻擊鹽家 另外就是我們知道明天韓國瑜 他要出來了 那麼現在就是要把這個韓國瑜 是不是跟這個鹽寬恆鹽家做一個連結 所以我們其實也可以看到 現在開始有一些畫面是當時這個韓國瑜幫鹽家站臺的畫面 再來是是不是也打出悲情牌了呢 因為立委高嘉瑜是陪同林靜怡來掃揭 那岳建告嘉瑜呢被爆出這個被家暴的事件 那是不是也可以爭取到一些同情 還有倒戈牌就是呢在跨即將 跨年的時候這個前退將 他們呢他是說他支持林靜怡 還有就是總統蔡英文打出這個小英牌 總統呢明明只是選一個立委 可是呢 府院黨全面的動員來幫忙林靜怡 不過現在其實是有引誘的 因為其實在綠營的分析來看 林靜怡他主要當然還是以空戰是比較多的 那麼如果呢 他們認為說衝投票率的話 會對他是比較有利的 也就是很多年輕人可能會回去投票 那相對鹽寬恆呢 可能是打組織戰的 所以呢 如果這個投票率越高 可能反而對鹽寬恆是比較不利的 那麼也分析到關鍵呢 大概呢就決戰點就在八萬票左右 那麼現在要衝投票率 可是看起來似乎也不是那麼容易 因為其實立委的補選 投票率一直都蠻低的 像是我們看到近期啊 臺北就大概三成 臺中呢甚至更低些 只有兩成五 所以呢這個要贏啊 要衝投票率 但是真的能夠催出來嗎 尤其是一月九號 這個時間點 剛好是很多學校的期末考時節 那麼這一週也是這個廉價 所以很多人就說 這到底有沒有可能真的衝出來 但是林靜怡 他現在也是動作頻頻 他發佈了一個競選主題曲 就叫做《祖於委輝自由的花》 這個MV也曝光了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MV 這番話就被大蒜啦 如果你真的說是 嚴加是邪惡的話 那你為什麼不反 其實在之前嚴寬河我們可以看到 他的這個招 他們嚴加的招待所 就被質疑是違建 那麼隨即呢 嚴寬河也是趕快要滅火 所以他就開了 自己開這個挖土局 就說我就把他直接拆掉 可是相比而言 林靜怡的服務處 現在也被質疑 是不是違建呢 可是林靜怡他們怎麼回的呢 他說這個根本就是找民眾麻煩 因為他們只是跟民眾租這個地方 來當服務處 還批說就非常可恥 你難道是要拿民眾來開刀嗎 這個標準是不是有一點不太一樣呢 那麼現在林靜怡還被大蒜說 他之前當部分區立委的時候 在幹嘛呢 朱學恆就說 他是一尊布袋戲 只講人家給他的東西 剛剛我們有提到這個讀稿機 當然他說林靜怡 也是一個只講人家寫好的東西 那這樣如果你當選的話 會不會變成這個民進黨的相片 到底突然呢 尚大哥 我覺得一件事情 我先講違建的事 我一直強調 大家對違規違法的事情 標準要擺一致 所以你以前租用的服務處的民眾違建 是找麻煩 那太好了 那以後大家都不要抓違建 十個違建有九個半是民眾 那你說找違建是找民眾的麻煩 非常可恥 那完了 那我請問一下 陳其邁有沒有去拆過民眾的違建 有沒有去抓過民眾的違建 有 陳其邁非常可恥 鄭文燦有沒有 如果有 鄭文燦非常可恥 我覺得一件事 你違建就是違規違法 你的標準要擺在一致 所以別人違建 你去說他違建是找麻煩 你的對手違建 你就是違法 這樣的一個標準擺在哪裡 這個我就比較不能接受 我覺得無論是評價難營或評價綠營 無論談任何事情 我覺得你要標準要劃在一次的 那一個問題上面 否則的話 所以民眾有這個違建 民眾應該享有特權 不應該找他的麻煩 是這樣嗎 所以我覺得標準大家要放在一次 去討論事情 如果因為職務上的特殊 所以人民權利就有相對不同的話 那你剛才還講什麼民主 那就不要談了 我覺得這是第一點 第二個就是說 你手頭上掌握的任何一個牌 我都覺得那是一個空戰的牌 譬如說于北城 如果你要善加擴大于北城的牌 你相對是讓蘭怡更加的團結 對抗一個叛徒去支持綠營 尤其是軍方黃復興 所以你說這個效益如何評估 其實我覺得一件事 會不會把于北城四為一張牌 的確是我們高估于北城這個人 高估于北城這個人 因為我們也以前 經常討論過國民黨裡面的事 我認為他知道國民黨的事 僅限於一部分而已 並沒有如此強大的號召力 所以我覺得如果他去挺 那會讓一些黃復興軍公教 會更團結 你要知道罷免案的時候 罷免陳柏惟案的時候 其實有專人 林敏林那時候的主委 專門找人要去負責軍公教 這一次嚴寬恆的選舉是一樣 專門去找特定的一群人 要去負責軍公教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軍公教在派系裡面 他經常是屬於非派系裡面 能夠完全掌握的票源 完全沒有 我舉一個例子 2013年霧峰公教區的投票所 嚴寬恆既然還會輸 嚴寬恆既然還會輸 軍公教的投票所 那時候嚴寬恆跟陳士凱的補選 還會輸 所以你說與北城過去 那我就覺得 林敏林的工作會比較輕鬆一點 因為軍公教就比較好拉回來 就是大家對於軍公教這一塊的 藍印這一塊 相對凝聚性會比較強 所以這一張牌真的是一張好牌嗎 我覺得未必吧 未必吧 那韓國瑜這一部分 那韓國瑜其實之於國民黨 主要還是一些藍營的基本盤 以及在非國民黨裡面 意識上面比較偏向於藍營的 這一些的盤面有幫助 其實你去打他 我覺得打他們 其實目的只有一件事 是增加你的基本盤 其實你能撿嚴寬恆的 基本盤裡面還能撿多少 我跟你說撿不了 但他現在就是要衝高他的投票 撿不了 是他的票的問題 所以第一階段 我常說第一階段 當時在公投跟二中選區的時候 中二選區的時候 他們是把藍與綠的對抗 兩個要結合起來 讓大家對國民黨的印象不好 促成你公投不要投票 不要去支持國民黨 那這一個階段結束以後還繼續打 其實他就在一個最大的問題 二零二零年他是反送中 跟抗中的那個大環境 但是中二選區沒有 所以他必須拿反嚴家的 行錯這個環境 去取代抗中這個環境 對他們行錯有利 但是單一選區裡面 你所能行錯的力量 絕對不能比跟反送中比 比不過去 比不過去 所以第一階段的時候 雖然我打嚴家比不過去 但是我有一個特性 第一個就是我萎縮你的票員拓展空間 這是先讓嚴家減分 但是林靜宇有沒有加分 沒有 並沒有 第二階段的時候 到了開始後面你說的 大家去幫忙跑 幹什麼幹什麼的時候 或是說蔡英文下去 後面才要做加分的動作 但是這個加分的動作 基本上還是對中間選民 因為基本盤大家都固定了 誰也別想動誰 你說嚴家可以去拉民進黨的基本盤 我說那叫痴心妄想 民進黨要去拉嚴家的基本盤 我就覺得那是空想 所以最後一個關鍵是 真的是中間選民 但是中間選民受什麼影響 最近立法院的影響 你的禁腹二毒案 兩個禁腹二毒案 你的足足病 從十九號到二十四號執行 五天決策 完全沒有任何公開討論 你就這樣硬幹 他產生了一個效應 因為為什麼我特別談立法院 因為這個是立委補選 所以你轉過來看 嚴家不想投 你轉過去看到立法院的民進黨 你也不想投 他反而可以讓中間選民 原本走進去 就會投你林靜儀的 而不想投 所以他們現在在拚命 拉高一些投票率 但是我覺得有限 因為你從公投案來看 公投案來看 返鄉的人數其實並不多 譬如說中二選區的公投 他們民進黨投出來平均是六萬六 甚至於比罷免還低 抗中跑台還看起來不見得有效 董哥你怎麼看這五張牌 到底有沒有能夠吹到 起了這個吹票效用嗎 其實最主要還是要看民進黨 能不能把投票率拉高 但是我覺得不樂觀 因為現在過年快到了 很多人想要緩鄉投票 想說都快夠年了 何必這個時候回去 因為你票投完了 再三個禮拜就夠年 兩個多禮拜就夠年了 這個其實會有影響 因為像我們租外島我們很清楚 這個時候沒有人會回去 因為過年一股腦再回去 好好的那個就好了 我覺得說林靜儀他們現在很 因為他們把這個當作 全國只有一個選機在選 林靜儀如果這麼優秀的話 民進黨就應該讓他 當第二次的不溫機 像老柯一樣對不對 柯建民人耐這麼強 民進黨回他不可 他可以聯繫幹不溫期 那為什麼他只幹一次不溫期 表示他第一次不溫期 就檢驗不合格了 等於說第二次的時候就被推後了 那推後現在把他找出來的時候 跟陽關人想 在講他多優秀 其實民進黨開始想的也不是他 推薦他的是周小姐 大家都很清楚 那周小姐那時候推薦他 弧顯他最利益的 然後弄一弄 弄到最後 林靜儀就上架了 那我們現在看他的陷阱 因為他沒有經過地方的陷阱 他不曉得在地方陷阱 你去打什麼違建 打什麼 請老百姓多出 很多人都有違建 自己沒有違建 自己的親朋好友都有違建 現在就被抓了 對 現在全國最有名的違建在哪裡 各位朋友 你去萎萃水庫看一看 集水池那裡有個超大的墓延 這個墓延有1712平方公尺 他這個墓延 我們的殯葬條例規定 土葬的墓延最多只能8平方公尺 這個被人家陷阱都是也沒有用 因為他是大家都知道 那是蔡家的墓延 但是你要講這個 如果一直在這裡面講這些什麼 以北城講 我覺得這些都影響不了陷阱 現在陷阱大家要投誰 其實我覺得都已經決定了 最關鍵就是有沒有人回去投 要不要出來投 對 要不要回去 回去這個影響 他上次陳柏惟會顯上 就是一個緩送中 一個臘臺妹的氛圍 他有那個氛圍很多年輕人就回去 你看火車站前面大排長龍 大家就我們要 然後高鐵又配合 配合民進黨政府就開始 學生可以 可以有什麼優惠怎麼樣 那我們其實看到的情況就這樣 這回沒有 沒有的話 大家就是基本盤大家來對決 民進黨能夠換出多少基本盤 民進黨講不住話 民進黨講一個違建 國民黨擠住說 那你們那八個人也有 為什麼不出來講 全部進入寒蟬 你看本來地方動作最大是 立法院副院長蔡其昌 現在不見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其實你打到別人的時候 自己痛得更厲害 那我覺得民進黨自己要看很清楚 這地方的選舉 跟你們想的完全不一樣 剛剛提到抗中保台牌 現在看起來在這個選區 不見得發揮作用 保安怎麼看 那這個悲情牌 就是我們都同樣是女生 打悲情牌到底有沒有效 悲情牌 我覺得可能多少會有一點 但是我必須老實講 因為林靜怡 她給人家的那個印象 雖然她一直說 她自己是溫柔堅定的力量 可是你每當看到她出現在 螢光幕上的時候 就是那種比較強勢的那種感覺 所以大家就會覺得 跟她的口號有點連接不上 那如果她再來打悲情牌 就會覺得 可是我覺得你蠻強勢 你好像打悲情牌 會有一點 有一點違和的感覺 但是我覺得她 你要你說她有不同的戰略 她有不同的出牌的方式 這個可以理解 但我必須回來講 剛剛最前面就是放那個 林靜怡她講的那一段話 我覺得我沒辦法接受 她說的是什麼叫做 國民黨都一直弄這種惡意罷免 我們要去終結掉這種爛招什麼的 那請問當初罷寒的時候 民進黨花了這麼大的力氣 你們這個就比較惡意罷免嗎 我真的不能接受的是 你們自己可以做的事情 但是其他黨派 其他顏色人就不能做 你們難道不能夠有 統一一致的一個標準嗎 再來就是什麼叫做 不當家族利益 請問民進黨 我就請民進黨 他們自己打包票 發誓說 你們在各縣市 所有地方都沒有這種 所謂的家族利益的盤跟錯節 你敢發誓嗎 你一定不敢嗎 那你為什麼要偏偏 就抓住他一個嚴家 然後在那邊狂打他 這都是為了選舉 但你仔細再來想 其實從這次公投 就可以很明顯看出 中間選民現在非常討厭 政黨惡鬥這件事情 最後大家到底會不會 願意出去投票 特別是要返鄉投票 那個動力到底強不強 說真的 其實林靜宜 他在年輕人當中 他可能並非真的很討喜 可能年輕人其實對他會覺得 我覺得太強勢了 他的那種感覺有點 你一直刻意在挖人家的黑背景 然後挖人家的黑歷史 不斷不斷地挖 但一方面是這比較有趣的地方 很多人可能會覺得說 這個人被挖出有黑道背景 或是有一些不好的事情 大家就會覺得說 他怎麼可以這樣 但是因為嚴家本來給人家的感覺 或是原本大家對嚴家所得知的資訊 就沒有相差太遠 所以你一直去挖他相關的一些 類似的一些事件 挖出來大家沒有太驚訝 但你因為這個選舉 你要持續這樣子打這件事情 你看到最後很有可能 會讓這些中間選民 更加反感這個事 然後更不想自己回去投票 1月9號這個要投票了 那看起來現在藍綠 還未知數非常大 休息一下馬上回來